老太婆 我敬你年长让你三分 想不到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你以为你拿钱买了个高峰 就冰清玉洁了 你以为你们沈家有点钱 就可以想侮辱谁 就侮辱谁了 我告诉你老太婆 你们沈家那点钱 也就你自己看着大 我周英根本就瞧不上 你反着你 我打死你都反着你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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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心 帮我去拿件出门的衣裳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看看沈少爷 福来不都说没事了吗 可我还是放线不下 可是 你怎么去不好 她是为了救我才受得伤 欲情欲礼 我都应该去探吧 可是少奶奶 不管那么多了 去拿衣服吧 少奶奶 少奶奶 不好了 沈家老太太打上门来了 老夫人里面请 不用了 谁是周英 我们老夫人有话说 怎么了 娘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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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那寡妇呀 是我 老夫人 请 行 果然是副狐狸精模样 我正告你 从今天起 断了你那些痴心妄想 我们沈欣怡 不管在外面多么地荒唐 可取迹我们沈家的 只能是名门望族的黄花闺女 什么人 谁敢听我老夫人 敢在东远撒野 来人 把他们都捏出去 谁敢动 捏出去 谁敢动 看清楚了 这是什么 皇上亲赐的二品告封 谁敢碰我一下 我就告他骚扰朝廷命赋 让你们打官司坐牢去 就你这么个残花败柳的 迎见货赐 竟敢勾引我家孙子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我们沈家清清白白 不像吴家东远这般残物纳垢 我们沈欣怡堂堂正正 不像吴平那样贪财好赐 是 我敬你年长让你三分 想不到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你以为你拿钱买了个高峰 就冰清玉洁了 你以为你们沈家有点钱 就可以想侮辱谁就侮辱谁了 我告诉你老太婆 你们沈家那点钱也就你自己看着大 我周莹根本就瞧不上 你烦着你 我打死你都烦着你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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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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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夫人 老夫人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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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聽老夫人房裡的劉媽說 老夫人 剛剛去了吴家東院 把周恩給抽罵了一對 自己也沒起用了 你這回來了 快來快來快來 沒事 沒事 奶奶 你沒事 奶奶 奶奶 來 二少爺 二少爺 您別急 別急 藥已經灌下去了 奶奶 馨兒 娘 馨兒來了 娘 奶奶 馨兒 你沒事吧 奶奶 你沒事吧 我罵了她 我罵了那個女人 她要是有個臉 不會算了就是你 你 奶奶你為什麼要那麼做 你說 我 我為什麼要怎麼做 她已經敬jos了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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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 她 她 嫉妒 她 哭够了 我已经听说了 喘得那么快 干得漂亮 可是不够狠 把一个二平夫人齐晕过去 这还不够 现在沈星仪 是沈家唯一的毒苗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就不跟他们闹 牢牢缠除沈星一不放 搅得他们在天翻地覆 这个才是最好的报复 这种事情 我干不出来 你怕什么呢 现在吴家上上下下 谁也管不了你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我就不想怎么样 我问你 你现在对沈星仪 一点意思都没有吗 你姐姐我月人无数的眼光 你别看那沈星仪天天嘻嘻哈哈 其实 她是个非常靠得住的男人 要不是这样子 我当初也不会想跟她从良啊 还有 她对你那点意思 我在山寨的时候 就看出来了 我和她 我和她 只是朋友 我知道现在是朋友 所以我才跟你说啊 那老太婆现在一闹 整个鸡羊都知道了 到时候你们俩 没闹出点什么来的话 白单一个虚名 多不划算哪 少奶奶 有小司来报 沈家二少爷 沈星明一求见 是送沈门来了 快点儿 快点儿啊 这档口怎么又来了 兴许是来道歉的 夫人 是沈家二少爷人 是 夫人 赶她走 好 等等 少奶奶 请沈少爷到华厅 是 少奶奶 请她进来 你还嫌今日之事不够丢人啊 今日之事 也该做个了断 我跟你一起去 你别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啊 总总我们是吗 手自己地走 也好 你们俩总是来 你来找我有事吗 你们俩总是来 和婚人之事了 这是我的生辰八字 沈少爷 你拿这个来干什么 我是来给我自己提亲的 你还心事情不够乱 我知道 在你心中 你只把我当作朋友 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给我 我今天来也不求结果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对你的诚意 不必拖耳单少 不管我家里人什么态度 我这辈子 一定要娶当你为妻 你拒绝土耳单的时候说过 你说你的心 已经随着无凭一切 埋入了黄土 那么我告诉你 我这也有一颗心 我把我这颗心给你 你说话呀 来人 把他赶走 快 来人 王世军 你请吴家所有人到神堂 再把赵白石 赵大人也请来 是 你要干吗 你跟我来 我会 是 我会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什么事了 警方把我们叫来到底出什么事了 四爷 双恩勿躁 大嫂 这唱的哪出啊 我也不知道 赵大人来了 看神道 大人来了 大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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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人 今日吴家 有些家务事需要料理 特地请你来做个见证 劳烦你了 举手之劳而已 吴家列祖列宗在上 吴家第五代孙习周氏 在此郑重发誓 生生世世 绝不改嫁 生世吴家的人 死是吴家的鬼 若有违背 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早该如此 沈少爷 我刚才发的誓 你都听到了吧 你请回吧 我听到你了 我听到你了 一向情愿的铺舍 转身撇破 此情奈何 太多繁华 写了难舍 一向情愿的铺舍 转身撇破 此情奈何 小小演播 寻他落 天天星辰梦里落 脸上成影 修索 一所烟雨 相亲者 幻念中 带着 不说 将泪成影 搓板前翻过 剧中霸了 四叶萧索 你和我 你和我 幻念中 李琦 把 一向情愿的不舍 转身别过 此情奈何 太多繁华 写了难受 一向情愿的不舍 转身别过 此情奈何 小小烟波 寻他落 天天星辰满为恶 脸上沉溺 可 是可去祭祀 祭祀即可 千里自负 譬如尘垢即去 则敬自连 瓦里即嫂 则叙叙叙叙叙叙叙 停凶 往下 易小姐 韩先生 您是来找少奶奶吗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 找我 你还记得 当年你错把我当成少奶奶 帮走那件事吗 记得 后来赵大人奋不顾身 从你手上帮我救下 当时 她有没有说什么 她好像说 放下夫人 易小姐 你没事吧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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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馨儿 伤还没好完呢 怎么能到处乱走啊 你来得正好 你娘已经托人跟你说亲了 对方是京城王大人家的 是不是你姐的 你先出去 出去 你们爷儿俩不会闹的 你放心吧 我就算要打他 也得等他伤好之后啊 来 你怎么想起来 我都不想起来 你快来来吧 你算什么 我去哪里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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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写的 你这不是在颠倒黑白 信口雌黄吗 说得对 不仅是颠倒黑白信口雌黄 还栽赃陷害 无中生有 无所不用其极 是杜明礼逼你能不做的对吗 不 我心甘情愿 就为了那点银子 不是 不仅仅是为了银子 我是为了我们整个沈家 爹 你不怕有一天同样的手段 会包引到我们沈家里来吗 我知道 但是我拜托不了他 我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已经是同一类人了 这王大人 共之汉林月 虽然 我们 我除了就意 我谁都不会去 行爱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攀住明里这棵大树吗 这几十年来 有多少京阳的首富一夜之间垮塌 我攀住明里 就是不想重蹈他们的覆辙 可是你明明也知道明里他是靠不住的 我知道 所以我必须要找另外一个保护伞 我们沈家 无权无事白手起家 唯一可以利用的 就是你的亲事 我的亲事 为了我们沈家基业万年不倒 你未来的夫人 一定要是个名门望族 可是你们明明也知道 我 你爹我已经为沈家付出了不可与人言说的代价 现在该是你为沈家做点什么了 我也可以吃苦啊 我也可以努力 就像你当年一样 就像当年爷爷一样 当年太爷爷一样 我不需要你努力 不需要你吃苦 我要你做的 就是为沈家结一门好亲 我心中已经有一个人了 把他挖了 做不到 爹求你了 爹 我忘不掉了 我真的是忘不掉的 就像你一样 你也想摆脱名理 你不是也摆脱不了吗 我也一样 我一样摆脱不了他 我送你去上海吧 man 四叔 四叔 别打了 四叔 别打了 神价打人了 神价打死人了 四叔 四叔 是你啊 你还是朋友吗 你怎么能打 你们家下人打我的 是你先打我的 谁让你们家老妖婆子 骂周莹呢 骂的周莹 一辈子都不想找男人了 你家老妖婆子 嘴锅大了 我不能打他 我打你总可以吧 小少爷 你这啥 什么 这 这 这 他愣着干吗 亏你什么待会儿啊 是 我好像肋骨又短了 是 你呀 少来这套 就我那两下 断不了你的肋骨 我前两天断过一次 怎么断的 四叔 你还好意思问 慢点 别动啊 慢慢站过来 二少爷 你要再这样 我就不出诊了 短短几天时间 这肋骨断了接 接了断 这断了又接 接了又断 我就算神医 也禁不住你这样折腾 行了 行了 你别再啰嗦了 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 好 好 好 来 打赏 打赏 谢谢二少爷 来 来 少爷 让个盖上点吧 来 四叔来了 在外边 让我见你 你让他进来 好 你怎么不跟我说 你这肋骨是为周庸断的 你 你也没给过我机会解释 倒也是 真对不住 疼啊 这儿疼一点 心就没那么疼 没事 星姨 我得想个办法 让他这终身不嫁的誓言呢 我给他破了 你有什么办法 实在不行 下点药呗 四叔 这你也想得出来 他可是你女儿啊 我是为他好 也是为你好 你可千万别这么做啊 我也就是说说而已 他是我女儿啊 四叔 我马上要离开静阳 我这儿刚回来 你就要走 打算去哪儿啊 去上海 上海 还真别说 我还真没去过上海 要不我 我跟你一块儿 不行 我还得在吴家冬院镇着 要不然呢 还得出事 四叔 我在走之前 还想再见他一面 你还想再断一根肋骨 我 怎么了 没想到 可能是我听错了 我把傅莱他们 全给达夫走了 那他现在在里头 这你现在也在 没关系 有我呢 你先躲躲 我把他调出来 你再来 我把他调出来 车静儿 四叔饿了 后晚油茶了 稍等 等不及了 饿死我了 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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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去吧 好 这么快就回来了 春信 帮我去续点水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 是我 你是怎么进来的 那棵树被砍掉的枝丫 它又长出来了 我爹 它是你的内应 我去秋思说 我跟他说 我真的很想见你 那天在神堂 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了 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还来见我做什么 我明白 只是我快要走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所以想先跟你道个别 你要去哪儿 去上海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你的伤 好些了吗 我的伤没事 你不用担心 那天 真的要谢谢你 不 是我应该跟你说对不起 不 该说对不起的人 是我 你救了我那么多次 但是我 却不能给你你想要的 周音 我知道是我伤害了你 我以前一直以为 我只要爱你的就够了 但是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 体谅过你的处境 现在发现 我那所谓的爱 不仅没有给到你幸福 反而给了你那么多的麻烦 那么多的痛苦 星医 都过去了 我记得几年前吧 也是在这里 你当时还骂我 你骂我手不能踢 肩不能扛 除了吃喝玩乐 其他什么都不会 我当时特别不负气 回去以后努力上进 挣了些银子以后 就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了 可是现在我才发现 我连一个家都给不到你 就连我说要娶你 那都是一句赌气的话 根本实现不了 所以我知道 我现在根本没有资格爱你 星医 并不是你不够好 而是你爱错了人 不好 我绝对没有爱错人 是我现在不够好 我这次到了上海以后 一定会努力作为 独当一命 我相信某一天 就算周围所有的人 都反对我们在一起 我一样会八抬大交 风风光光地 把你娶回我们沈家 你还是不愿意放过我 我绝不 你别忘了 我是发过誓的 我也可以发誓 我现在就发誓 我神星医 这辈子 一定要娶到你周英为妻 周英 你发的誓是誓 我发的誓也是誓 对了 我今天带了份礼物给你 你看看 是我画的你 怎么了 我哪有这么难看 你还嫌她丑啊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画中的你啊 比现在的你漂亮多了 我长得 可比你画得好看多了 你看这张嘴 对 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四叔 这儿还有些小点心 您慢慢吃 嗯 顺心 你干什么去 我看看少奶奶 顺心 这儿 我有件衣服 你帮我补一下 不想就刮破了 谁在里面啊 这你不管 四叔 他好久没这么笑我了 你 习近习 你此去上海 希望你能打出一番天地 将来不管命理如何 我们沈家 也算有一条后路 周野 等我 还能凑多少银子啊 你要多少 至少十万两 十万 周野 要不你还是去嫁给托尔丹吧 江富奇 说的什么话 本来就是嘛 他这才办了二十万两出去 我这还正发愁了 怎么让吴家运着下去 他这一张口又是十万两 想想办法 没办法 我是真没办法 你要是再逼我呀 我就只能不做这账法 我家里把地和房子卖掉 再加上这几年攒下的积蓄 一共能凑五百两银子 我可以全部拿出来 那你老娘能同意吗 我可以说服他 我能凑二百两 姐姐 你看我是 行 行 行 你就算了 我能出六百两 我能出六百两 江富奇 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啊 我日子过得多省啊 不像你大手大脚的 谢谢你们的好意 那你们这些碎银子 根本就不够 要不 从建植物局的事 还是暂缓吧 可我不甘心呀 少奶奶 我还攒了一百多两银子呢 你呀 就自己留着当嫁妆吧 好意我心灵了 这就挺好看的 这是敬佛的花 你得捧着 敬佛的 那我顶着 这些日子 怎么没见你出门啊 钱都花光了 怎么出门啊 四叔 不是我说你 你这么大年纪了 就没想过攒点钱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事啊 就是攒钱 那为什么呀 钱是什么呀 钱是水 你得让它先流出去 另外的水才能流进来 那就是源源不断的活水 要是一潭死水 不仅会长成发臭 用不了多久 全都干了 所以呀 这钱呢 得先花出去 才能有新钱再进来 哦 张妈 你攒的那些钱 要不 我帮你花了 嘿 你这是绕着弯的 想骗我的钱呀 张妈 你冤枉我了 我是真心想帮你的忙 你是真心想骗我的钱 你真心想骗我的钱 你 四叔 少奶奶 怎么了 这一脸的丧气 这天这么好 要不要上街逛逛去 行啊 走 爹 你说我上哪儿能找到十万两银的 十万 好 要不跟韩三春说说 咱们拉一票人马 重建三寿邦 不不不 这回呀 是四寿邦 去你的 要不这样吧 你给我一千两银子 我保证三天之后还你十万两 怎么着 你又想去王大嘴那儿 前两天哪 碰到一个算命先生 他说我呀 出发之后才用大棒 你相信我 我不信 你看 你说你赌钱 什么时候赢过钱 站住 爹 爹 别跑 爹 怎么了 我说四哥 你怎么一见着我就跑啊 谁跑了 我这是突然内急 这肚子拧着个儿的疼 放开我 我要上盲房 行 好啊 先把我九十两银子还了 我就放你 春姐 以前欠你上百两上千两 你都不追 这才九十两啊 你追得跟什么似的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以前你们吴家东院 那是家大业大 别说是成千上百 那就是上万两银子 也不在话下 可前几日 我听说你们那个什么 机器局被人砸了 你们吴家垮了 所以这九十两银子 我得落袋平安 谁说吴家东院垮了 谁说的 放开我 我我我揍他去 先把我的九十两银子还了再说 我身上了 真没钱 郭叔 周扬 你还傻站着干啥呀 快套银子救我呀 你就是吴家东院那馆服啊 那你爹着欠 别别别别别 他是他 我是我 再说了 你都知道了 我们吴家东院都快垮了 我是真没钱 没钱 没钱你想办法找去 以我对我爹的了解 他一定有钱 有什么招 尽管是 你 你还是我亲生女儿吗 本来就不是 还银子 春姐 这两天 手头紧 真没有 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听我说完 我我我我我 我有值钱的东西 值钱的东西 松下 松下 四哥 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啊 就是那玉树临风 潇洒无敌的周老司本人 哎 你干啥老娘 春姐 您这么贵 我哪玩得起啊 去把你宰了 卖肉熬骨头 炖血旺汤 最多也就只二两银子 那您叫死脉 当然收不上钱来了 要是活脉 我可值大钱了 什么叫死脉活脉 您看我这双手 要是运气好 这一晚上能进五百多两银子吧 我这张嘴 是吧 能唱曲子 能说书 在茶楼书场 生意再不好 三天也能赚一两银子吧 还有我这腰 我能翻跟头 能刷把势 这一场下来 怎么也能进三两吧 春姐 你再借我二百两 我跟你回春风十里 我这双手挣的钱 您提三成 我的嘴挣的钱 您提四成 这腰挣的钱 您提五成 什么时候您凑齐了三百两 什么时候您放我走 闹了半天 你还是想白吃白喝的 让我哑着你 是不是 我打死你 你个赖马马 周扬 我知道上哪儿找那十百两银子了 哪儿啊 我们乌家东院的掌柜伙计小丝丫鬟没有 几千几百几十 甚至几两银子 加起来也不少了 你要跟他们借钱 这些银子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没人会借你的 不是姐 是换 我打算把吴家东院的 茶庄 布庄 棉花行 药材行 分成若干银骨 然后拿一半出来 卖给他们 他们会买吗 钱在他们手上是死的 若买成银骨 每年都有分红 他们一定乐意 而且 我们有一半的银骨在手上 不怕那些伤口被他们夺走 同时还能凑入银两 重建机器织布局 这倒是个办法呀 可以试试 好事 好事啊 章妈 你知道什么事情吗 你知道找我们什么事吗 把所有人都叫过来 馅儿 馅儿 过来 来了 馅儿 出什么事了 把咱们都叫来了 我也不知道 真不知道 章妈 今天这么大的阵仗啊 可从来都没有过 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还问起我来了 你天天守着少奶奶 你都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 我就一小思 馅儿姐 你快给我们透露一下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 透露透露 少奶奶的事 那肯定是好事 肯定的 给咱们掌门银 少奶奶来了 今天 把大家召集在一起 是因为有件重要的事情 要和大家宣布 我和夫人商量之后决定 把吴家东院 名下所有的产业 折合成银骨 然后将其中的五成拿出来 让大家自圆认购 什么叫银骨啊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咱们东院的棉花行 大伙都知道啊 棉花行一年能赚五千两银子 现在呢 少奶奶把棉花行拿出来 作价三万两银子 分成三千骨 每骨十两 这其中呢 韩先生占了六百骨 少奶奶自己留九百骨 剩下的一千五百骨 由大伙随意认领 那么到了年底分红 如果赚了三千两银子 那么每骨分红一两银子 如果赚了六千两 那么每骨分红二点 那个啊 如果我出十两银子 是不是我可以做棉花行的老板啊 对 是个小老板 只管分红不管事的 俏俏老板 这是真的吗 少奶奶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呀 谁都可以买啊 只要是咱们东院的人都可以 江先生 那买多少股都行吗 多少都行 对 就是 对对对 江福奇已经把东院所有的产业 明码标价 如果大家愿意认购 请到账房里 先到先得 过时不后啊 馅儿 馅儿 你们买多少股 你懂了吗 小佳 卖了多少银股啊 一千四百二十两 才这么点 就这一千四百二十两 还是我 王世军 小五和春兴凑的 这这么好的事情 大伙为什么不愿意 少奶奶平时怎么断你呢 你自己说 现在少奶奶需要钱 你推三组四的 你还有没有良心了 春兴妹 不是我推三组四的 是我娘说了 少奶奶娘出来搪搜我 我告诉你 你今天必须买五十两银股 就现在 走 走 我没钱 陈希儿 走 别逼福来 少奶奶 谢谢 少奶奶 福来 你开始的时候 不是挺愿意的吗 怎么现在又改主意了 少奶奶 不是我不愿意 是我娘不愿意 为什么 我娘说了 我们认了那银股 要是赚了 是能够分红 但是要是亏了 我们认的银股啊 也跟着亏 我们穷家小户的 宁可不挣 凡是把我一些才好啊 福来 你跟你娘说 棉花行七十年年都在挣钱 是啊 但是说不定明年就会亏啊 再说了 大家都知道 市部局不是财亏了 二十万两 那大家 是不是都怕这个 所以不来认过 应该是吧 那 如果我保证你 只赚不亏 你可愿意来认过 我愿意 但是我娘说了 生意没有只赚不亏的 对吧 那如果 我拿吴家东院的一样东西 给你做抵押 比如说啊 一任五两银股 我把这个 雕花水缸抵给你 如果银股赚钱了 我就按照银股给你分红 如果亏了 这水缸就是你的 你也不亏 你可愿意 我能不能不要这水缸啊 我喜欢 能口那个大狮子 行 什么 东院把产业都分了 是啊 说是十两银子一股 有棉花行 有布庄 有茶叶 有马脾行 反正东院名下的那几家商号 分出来五成 十两银子就能买到 东院的银股 是啊 我兄弟就在东院的马脾行当伙计 也买了三股 现在既是伙计又是股东啊 你兄弟就不怕亏得连裤子都大了 我兄弟才不怕呢 东院抵了一匹马给他 就算三十两银子全亏完 他还有一匹马 那也是赚呢 什么事 就没人管了吧 连守门的老曾头 都当上了股东 不仅仅是股东 这东院的大门都低压给他了 这老曾头见人就说 如果赔了钱 这大门就是他的了 胡闹 还有更夸张的呢 东院新来了两个丫鬟 一人出了无量银子 也买了一股 仇断行的银股 这不全乱了吗 是啊 那王世军和江福奇 一个出了五百两银子 一个出了六百两银子 成了棉花行的大股东了 这每年的弘历加上薪水 还不得上千两啊 好 好 园 夫人 吃饭了 夫人 轻点 怎么了 这桌子说不定以后就是我的了 夫人 夫人 四爷到了 大嫂 我的大嫂 老四 吃饭了吗 吃不吃 坐下 坐下 着急着呢 知道周云最近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事吗 是不是这个呀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周云都干了些什么事你说 我一觉醒来满屋子都是 大嫂 别着急 千万别着急 大嫂 是我们三二虽然分了家 但是我们家分了心没有分的 我们都是吴家的人 对不对 我这就去找二哥商量商量 不能再让周云这么晃荡下去了 老四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我们冬院的事 你和老二就不用操心了 大嫂 这 这乌云把冬二都快拜光了 你还不让我们出手啊 拜就拜呗 随他 大嫂 大嫂 你 你 四爷 你大哥出事的时候 你们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周云那时候他回来了 我最苦的时候 是他陪着我 我最难的时候 也是他撑着 他现在想做点他想做的事情 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他 那是 是 是 大嫂以前的陈芝麻辣骨子事 咱就别提了好吗 那再看看现在 你看看现在周云都干了些什么 我看见这些玩意儿我也心烦 但是我相信他 他一定是为冬院好 大嫂 还为冬院好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 大嫂 我从来没这么庆幸过 我看也是 大嫂 我把话料着啊 你迟早一天会要后悔的 不用再说了 你回去吧 张妈 送客 四爷 请吧 好 我走 算不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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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快来 好 你说吧 你要不让你们一个一个来吧 没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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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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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到的之后都会有分红的 都没了 快过来 快过来 机器支部局可以重建 一些伙计和下人们 要多有一份产业 少奶奶 这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是一举三得 还有一得 你等着看吧 四叔 爹 你呢 见死不救 有你这样的女儿吗 淳姐开恩 把你放回来了 呸 什么开恩哪 开始要收了我 让我做田房 我 入赘一个老宝子家 给她做女婿 还说她家有钱 呸 我是富贵不能淫 我是吹辣弹唱翻跟头 外加拉克卖苦力 还认她做了干娘 答应她过年之前 还她一百五十两银子 这才把我放了 我就知道 你有的是脱身的办法 可你太让我心寒了 从前往后 我没你这女儿 你不当我爹了 那我这五金上好的西凤酒 我孝敬谁去啊 你 我 我虽然不认你这女儿了 你可以继续认我这爹呀 也许我喝醉了 就原谅你了 赵奶奶 截止昨晚 我们已酬得白饮十万一千两 这么快 还有一些家丁 为了抢些银骨啊 彼此还都翻了脸 还有好些人因为没买上 骂我江湖齐德娘呢 夫人 赵大人 这是十万两 你又抽了十万两 是 可这十万两也不够啊 重建至少需要二十万两白饮 广东不是有套旧机器 只需十万两白饮吗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这就去办 赵大人 既然机器支部局重建在望 我想请求你一件事情 你说 我听说那几个主杂的知户 到现在还关在巡抚衙门的大牢里 是的 此事我已经上书朝廷 申请严办 即便那个恩灵阻拦 也只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 可我想请你把他们给放了 放了 他们持续对抗官府 此风绝不能开 他们毁了这机器支部局 二十万两白银付诸流水 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那要不这样 他们砸了我的织布机 那就让他们 把自己的织布机赔给我 这 他们那些手工的织布机器 你拿来也没什么用啊 再说了 我们是要重建机器织布局 这些人如果不给他们惩罚够了 没准下次还要来捣乱 赵大人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织布局可以顺利重建 他们听说交出织机就可以放人 这些织户的家属都很积极 没有到半天的时间 就把这些纺织机什么的 都给交来了 他们人呢 都在外面 请他们进来吧 我跟他们说两句话 把那些知乎都给带进来 是 这些纺车和洋机器 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他们为什么还要守着这些落后 陈旧的东西不放呢 那是因为 他们不愿意睁开眼睛 看这个世界 不愿意承认 我们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 走 快点 兄弟们 咱们今天可是凶多吉少 不是说了吗 交出织机就放人 我们的织机都已经赔出去了 官府不会说话不散话吧 官府前脚放人 多点后点全球也是可能 大家小心点吧 这些纺车之机你们都认识吧 这是谁的 我的 那个呢 我的 小脸 小脸 不能砸呀 不能砸呀 小脸 不能砸呀 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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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吃饭了一下我呀 小脸 不能砸呀 别砸呀 小脸 我求求你了 不要砸了少奶奶 不要砸了 你们砸了我清净所有家产 和心理建造的织布局 我就砸了你们的 很公平吧 很心痛是不是 没错 这就是当初 你们砸机器织布局 是我的心情 你们把我们吃饭的家伙砸了 总该放了我们 放 肯定要放 不过 你们这吃饭家伙 都已经被我砸了 这出去之后 一家老小吃什么喝什么 可有想过 这个不用你早信 大不了全家饿死 你身为一家之主 不能让七二老小 过上好日子也就罢了 还动不动就说饿死全家的话 王德根 你枉为男子汉大丈夫 都让你们逼他 逼他无路可走 谁说无路可走 这天底下的路多少去了 就看你愿不愿意转换脑筋 我打算 重建机器织布局 那机器虽然以一当百 但也需要人工去操作 如果你们愿意 我可以招募你们 进机器制布局当职工 不愿意转换脑筋 你不愿意转换脑筋 不愿意转换脑筋 可有想要脑筋 有想要脑筋 挣了十两银子 如果你去操控那机器织布 一天可织布十余匹 一年即可挣的一百五十两银子 朱少军 逆迁仿杀一天 工钱最多二十倍 一年挣了七两银子 如果你去操控那机器细线 一年即可挣的一百多两银子 你可愿意 我愿意 你个没出息的家伙 一年一百两银子 可是人家都说 进了机器织布局 就要断手断脚呢 你见过 谁断了手脚 大家都这么说 眼见为时耳听为虚 等机器织布剧办起来 会有专门的技师教你们如何去操控那机器 若真有断手断脚的情形 你退出即可 织布一年 真能赚一百两银子 这次机器织布局重开 我至少要招募五十名职工 这里有一份契约 如果你们愿意 那就签字画押 我保证你们以后 每月有五两银子以上的收入 如果不愿意 那就领五两银子走人 算是我赔给你们纺车之机的损失 快 我欠 张将军 你给我扔走 干啥 一年一百两银子了 傻子 我也欠 你们子子打杂 总共给夫人造成的损失 十八万两白银 十八万 不痛 朝廷已经下诏 要求将你们以暴乱惩治 首范发配 从犯重处 但是夫人 却以苦主的身份 为你们求情作报 所以你们才能够 无罪释放回家 不做 好了 你罚我吧 既然你知错 那就不用罚了 不 一定要罚 秦师傅 你这是做什么呀 快快 快扶进来 少太太 您放心 我以后在机器制补局 一定好好干 对 对 我们也好好干 我们也好好干 走 走 太好了 一年一百两银子到 太好了 太好了 一年一百两银子到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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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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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根 王德根 少奶奶 王德根就是一根筋的人 不用管他 对 这次就是他传统我们的 没事 等他看到了你们 日子比从前好过 他会想明白的 大石头 大石头 二石头 三石头 小石头 大石头 爹 爹 想起没有 爹 你可是回来了 爹 你吃饭没有 快进来 爹 我们正在吃饭呢 好 爹 回家 走 爹 坐 坐 爹 你怎么回到家里 这么多吃的 你说 钱从哪儿来的 你还好意思问 你把冬月的东西砸了 人也打伤了 可人家还镊在我们家 断粮了送来的米和面 那真是冬月送的 王德根 你还是人吗 王德根要见我 是 她全家都来了 进来进来吧 要不我去找一下韩三春 让她盯着 不用 陈信 嗯 去准备点点心 好 小伙 快 快 快给少年再跪下 快 快 快起来 起来 起来说话 少奶奶 我 我 对不起你啊 快起来 起来说话 少奶奶 我王德根 在这儿给您发誓 以后谁要是 跟集齐制补局 过不去的话 我就跟他批评 快快快 扶起来 来 起来说话 来 陈信 来 吃点点心 孩子 快 谢谢少奶奶 来 少奶奶 谢谢了 谢谢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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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叫黄包车 来 谢谢瓜 来 你 带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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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抱歉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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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到西安 请西安局收店的人用马送他静养 先生 你要试试吗 好啊 先生 你要发什么内容 请写在这里 尽量简略 要言不凡 哦 好 好 我已平安到达上海 我已平安到达 收店包 收什么 收店包 上海发来的 哦 那上面也得擦啊 那个脚 哎呦 这以后也得轻一点放 夫人 这给我磕坏了 夫人 刚刚外面小丝送来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嗯 大概是封信吧 中国电报上 上海 嗯 又来 吴家东愿 周莹收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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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 少奶奶 有人从上海给你寄了一个什么 什么店 反正是个什么玩意儿 夫人请你去看看 上海 知道了 娘 有人从上海寄东西给我了 什么电报 电报是什么 大概就是信吧 听说沈家那老二也在上海 不愧是他寄给你的吧 我不知道 上次为了那么一点事儿 他家那个奶奶 就打上门来了 叫你那样哲乳 我心痛得要命 如果再有什么 真不知道他家人 会闹出什么事来啊 娘 要不 你帮我看看 这信是谁写来的 我这两天精神不好 眼力也弱 我 你来看看 那行 我就想的是他 这个小子竟然还该写信来 他是欺负我们吴家没有男人吗 他 简直是没有廉耻 沈心仪 那你要不要看 不看 也好 没事儿啊 如果他再赶紧信来 我们就去衙门告他 勾引梁家妇女 看他们审家 这回怎么说 那也不用 不理他就行了 娘 要没别的事儿 我就先去忙了 嗯 你去吧 小奶奶 你这是 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少奶奶 沈少爷走的那天 我知道他来见过你 那天晚上 我听见了你的笑声 只有我在少爷还在的时候 你才会笑得那么开心 淳心 拿走 少奶奶 我八岁就进了吴家冬院 伺候了少爷八年 后来又伺候了你六年 我知道 你对少爷感情很深 你忘不了他 但是我也了解少爷 他一定不愿意让你为他 守一辈子的寡 吹心儿 少奶奶 虽然我只是个丫鬟 也没读过什么书 也没有你有本事 但我觉得韩夫人说得对 你不应该这么过一辈子 你不应该这么快 你要走 不的 你不应该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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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在怒了 睡醒了 我爽 crit 你会感动于我的纯真 用沉着 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 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需要你来帮我失去 这泪痕 让明天 应 无以平安到达上海 此地繁华宣杂 处处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欲在惊阳 的确乃井底之瓦 不知世界之大 之奇 无之辱 必将重建极其之布局 重建之途 如意艰难 可知西安电报局 电报告知 以上海惊阳之药 瞬息可大 武当鼎力相助 其实夏季也不是 那么寂寞难耐 快点 只能拖 快点 别慌 快点 新来新放啊 往里面抬 快一点啊 快一点啊 快一点新来新放啊 帮忙抬一下 快点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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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出来 快点 来来来 慢走 来来来 慢走 快点 快 慢点 快点 慢点 怎么了 你看一下 上面全是杨文 我记得上次送来的 杨机器的公司 每台都配备了装机的师傅啊 这谁能看懂 这都是杨文 看不懂 不是 你们呢 可我们这次买的是二手机器 装机的师傅了 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让赵大人 联系杨机器的公司 请他们派师傅来组装 太耽误时间了 可这去了鬼歪的东西 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啊 有一个人 应该可以看懂 这个说明书是英文的 我可以翻译 但是我不懂机械 也不懂装置 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你们组装 没关系 这里有能工巧匠 你只要把这上面写了什么 告诉他们 我相信他们能把这机器组装起来 非常好 非常好 钟师傅 麻烦你过来一下 我 我叫 我去 我叫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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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朱厨 少奶奶叫你 你没听见吗 过去 对 她是洋人啊 没事的 你怕什么呀 少奶奶也跟洋人在说话 赶紧过去吧 你不知道 少奶奶是女人 人身有音气 能震助洋人 我们不行啊 没事的 过来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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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 你还是找别人吧 小三子 你来 我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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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 少奶奶 这洋人 灰激人的魂魄 我 我可不在这儿了 你好 你好 你看 我什么事都没有啊 魂也都在呢 没事的 来吧 来吧 过来 你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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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来 来 那你来 不行 不行 你来 少奶奶 赵大人 来 你们不信我 赵大人的话 总该信吧 他可是朝廷大员哦 你们看 赵大人的手 和洋人的手 握在一块 他人没事 魂也都在呢 赵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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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高兴见到你 非常荣幸 看 大家看到了吧 赵大人都以神作则了 我们不要怕 没事的 来 来来来 都来 带他过来 都来 都来 好 来 没事 没事 没事的 没事啊 真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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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些机器的说明书 我来念你们来装 我负责给你们翻译 好吗 这样最好 好 我们跟着约瑟夫先生 一起熟一熟一机器 好 大家都过来 来来来 好 快来快 我们熟悉一下每一台机器 来 请看 来 请看 赵大人 如果约瑟夫和这些职工 配合默契的话 这上面 只要十天 这些机器都可以组装完毕 好 好 还有 那些技师还是要请他们 再来一趟 帮忙培训职工 赵大人 我知道 行了 我还有事呢 我先走 还有这个箱子 对 对对对 没有 看到没有 上人的手 给洋人的手握到力气 哎 什么 怎么能了呀 上人的手 握到力气 还有什么 什么 然后 你又真能了 你又真能了 你再说什么呢 赵大人 我什么也没说啊 这是这是什么 不是第三个生呢 没事 走 走 走 乘我命令 谁人胆敢在背后 再说夫人的闲言碎语 斩 是